下一題 這一題也不在我跟各位說的提琴中 但是也是考試會考的問題 就是問你我要如何配 我要如何配我想要濃度的容易 我要怎麼做 0.1代案輕氧化那 請問你我要怎麼去配 我要用多少墨爾 我要用多少功課 然後要怎麼去做 好來 第一個要配成一公升 我可以從剛才的公式算出來 我需要0.1墨 我需要0.1墨 這裡面要有0.1墨的輕氧化那 然後0.1墨的輕氧化那去乘以原子量分子量分 那我就需要4公克 所以我需要取的輕氧化那有0.1墨 或者是說我需要取4公克 然後我要怎麼配 然後我應該怎麼配 我要配成一公升 所以我不可以直接加水1公升 因為現實的情況是 我有溶質 我加了水之後 我的水是1公升下去 最後出來的體積會比1公升多 或者比1公升少 就不會再是1公升 就不是我要的狀況 所以我要做方法是 我要做方法是 我要先加一部分的水 讓它喇喇的全容之後 再裡面繼續加水 加到5要的1公升 加到5要的1公升 所以我們要這樣做 不可以直接加水1公升 不可以直接加水1公升 那最後體積就不會再是1公升 雖然我們在考試做題目的時候 我們都摸越這件事情 我們都假設都不會變幹嘛 但是現實上不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好OK 取我要取的量 我要加到1公升 然後配成1公升 比如說我先加800 先加900 喇喇的全容之後 再繼續加水 加到1公升 所以答案選豬 所以同理要這樣配 需要怎樣 然後要告訴你 那個化學是什麼意思 就是含有5個結晶水 是在裡面的 所以你算分怎樣的時候 要把那個5個結晶水分讓你算進去 然後請問你我要怎樣做 它應該幾公克 然後要怎樣去拿 來 其實你看步驟就知道 看步驟就知道 有些是鐵定錯的 不用算質量 就知道鐵定是錯的 應該如何去處理這件事勒 OK 來 可愛大帥哥 帥哥叫做30 30 30號 30號大帥哥 太羞內向喜歡大自然 你選豬喔 好啦 你要選豬欸 沒意見 要配成一公升就需要一末 然後你注意它的分子量 必須要把那個5個2O也算進去 所以它是250 所以需要250公克 199就不對了 然後呢 你就需要這麼多 然後呢 你不可以直接加水 到我要的量 要先加到一部分 然後再慢慢往上加 所以不可以直接加一公升的水 因為溶解完之後就不是一公升了 所以我們要先拉拉欸 最後再加到一公升 所以答案選豬 那那個C就不對 只有910也不會對啊 OK 然後A跟B呢 直接加起一公升就不會對啊 所以其實你看 你就算算不算250公克 你也可以猜出來答案應該是誰啊 這就是 這種是會考試的提醒 因為是我們實驗操作的步驟 告訴你我要如何配成我所需要的容易 我應該如何動作 所以希望能夠了解 然後實際上請你配藥品的時候 你就要照這樣做 OK